见动症让人最恐惧的就是他会慢慢地夺取患者的自主能力 对于王海龙来说 能让他克服恐惧和绝望的唯一方式 就是不断地寻找下一个自己能做主又能控制的事情 唱歌的话最多就是一种自由 不管什么困难 不管什么不愉快 一张嘴就会消失 唱歌让海龙感到自由和开心 以后他总是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唱比赛 至今他还能清晰记得第一次给大家演唱的经历 掌声 太爽了 自己没有白喜欢这些东西 没有白练嘛 那从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有信心了 就是每天就练歌 唱到最多的时候 我一天唱过 唱过四个小时 一会玩了就 16岁那年 就在王海龙刚刚开始享受音乐 给他带来快乐的时候 又一个噩耗接踵而至 让他跌入痛苦的深渊 最容易消失 最容易消失